123 我得升上了玉龙雪山了 太幼稚了 拍一个打卡照 我们现在到云南丽江了 我们在云南这边抱着个旅行团 今天到丽江 要去哪里 玉龙雪山 对 要去爬玉龙雪山了 今天早上刚吃的早饭 后头已经能看到玉龙雪山了 就在那里 早上这餐厅吃饭的人是真多呀 今天呢 我们早上七点钟就过来吃饭了 吃完饭七点半就出发了 这个行程也是特别的早啊 丽江的早上特别冷啊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早上三度 然后白天最高温度21度 因为丽江属于高海拔地区 所以特别冷 我们都穿上长袖了 然后现在早上七点半 就要坐大拔车出发了 走走 然后别的旅行团也是这个点出发 天刚亮啊 这里七点二十天亮 七点半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是哪个车呀 大巴车实在太多了 请上台上去以后呢 就是把事情的原委都说了 今天第一站嘛 就是去购物了 然后就在后面这个商场里啊 里面呢 我就不给大家拍了 我觉得看看有没有坑啊 反正我是打算不怎么买东西了 看看会不会强制购物啊 现在我们要进去了 我们进去逛完了 在里面转了一个小时左右 哇 我没想到这里面那么大 然后人特别多 我估计有个上千人吧 是的 大概我数了一下 大巴车就有三四十辆在这 所以全都是一车一车的那个游客都拉进去了 哇 反正那个各种玉器啊也是挺贵的 从几百的几千的上万的好几万的都有 但是我们赚了一圈啥也没买啊 就是掌掌见识 开开眼界 小胖不买点啥吗 太上的都太贵了 就便宜的又看不上好吧 整体逛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还可以吧 因为他里面不会强制你去买啊 你如果喜欢的看上的你就去买 不喜欢的也不会强制购物 这一点还可以的 然后现在我们去吃午饭了 吃完午饭下午去爬鱼龙雪山 走吧 中午仔这个小院子里吃饭 大理这边管吃饭叫干饭啊 要去干饭了 环境还真不错呢 十个人一桌 这上菜速度也是超级的快 满满一桌菜啊 有荤有树 鱼啊 肘子 各种牛肉 还有水果 米饭 这个 这个是什么 米饭馒头都有 还不错啊 这个荤树搭配挺好的 开吃吧 我先吃个香蕉 吃个这个西瓜 我先来一块鱼吧 这个鱼看得不错啊 吃完中午饭下午的安排是这样的啊 先到这里呢看著名的这个表演 张艺谋导演的印象立江 然后再去后面爬鱼龙雪山 哎呀 这个雪山看得好清楚呀 这个表演它是实景的嘛 就在这个雪山脚下呢 哇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啊 都购买了这个厂子 它这个是白天演出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不是要爬玉东雪山吗 那个山呀 四千多米的海拔呢 高云缺氧吧 山上还有点冷呢 所以我和小胖呀 一人租了一个大衣 然后我们还买了这个氧气罐 一会儿备用的 不一定能用啥 但是要准备好 哇现在好像有点下雨了 你看小胖头上 这是这是是什么的啊 这是雨呢还是雪呢 下的不过你楼顶啊 对了 说他价格啊 这个养气瓶是六十块钱一货啊 租衣服是五十块钱一价啊 好 我们先看表演啊 坐这周围都是随便做的 表演还是挺不错的 很壮观的感觉 都是人海战术啊 这个表演我有点看不太懂啊 就简单看一看吧 主要是看这个背景比较壮观啊 这个景色大于表演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背景看得太假了 就像假的一样 在这里和郁东雪团和尚一样 一会儿到了山顶 就拍不到它的全景了 我看那个山顶都有很多积雪的 太壮观了啊 这个十千多的海拔的 马上要坐索道上郁东雪山了 在这里排队的人真是超级多呀 再看看这边 现在报复性消费了吗 都出来旅游了 这里有个地图啊 坐索道只能到达4506的海拔 然后可以徒步走到4680的这个位置去 这个山顶是5500多海拔 这个地方上不去啊 最高只能走到这里 坐上锁道了 九分钟到山顶 哇 哇塞跟过山车似的呀 好慌啊 有点慌啊 快到山顶了 这已经全都是雪了 现在外面正下的雪呢 我们坐索道到山顶了 这个地方是海拔4506米 哇这里好多人拍照的 小胖冷不冷 还可以啊 看看后面这个雪山 哇好壮观啊 全是大雪山 白绑绑的一片啊 而且现在也下雪了 拍一个游客打卡照 4506的海拔 哇难得的体验啊 排队两个小时 在这山顶上待个八个小时左右吧 123 我们身上的楼下山了 太幼稚了 拍一个那个打卡照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吸点痒吧 吸点痒 然后顺着这个栈道 往上走 看看能不能走到那个底上啊 主要是要看那个 看体力情况的 小胖吸点痒吧 我看你的嘴唇 看虽然嘴唇有点发紫吧 因为我之前去过5000多米的海拔了 所以我对这里还稍微有点适应吧 你是第一次来这个4000多海拔的地方 是的会刚才上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头晕有点耳鸣 我现在吸了氧气会好受好一点啊 缓解了点吧 对 那你咱们就慢慢走吧 看能走到哪里是算哪里吧 好吧 走 出发 我们是三月底来的这个玉冬雪山啊 这山顶上确实还挺冷的 建议大家啊 在下面租一个这个大衣 50块钱租一件 没有大衣真扛不住啊 在山下的时候那个天气还挺热的 谁知道这山上是冰天雪地啊 我们现在上到海拔4585米的地方了啊 呃就他爬到这里吧 最高的地方在那里呢 亮丽而为啊 可以吧 可以在这里拍拍照 我们就下山吧 我已经非常棒了 这是我们目前到达的最高的地方了 对海拔最高的山 现在已经晚上六点钟了 你看这天还这么亮呢 然后咱们就转一转下吧 把氧气都吸不吸完了下 出发 从玉冬雪山山底上下来了啊 现在已经晚上的是七点半了 呃我们开大巴车呢 又拉到这个地方了啊 叫做蓝月谷 从这里也可以看后面的玉冬雪山 而且这个谷底啊 有一个这个湖水 它是和九寨沟那边的颜色非常像 有小九寨沟之称的 反正景色还挺美的 在这里拍照 又能拍到雪山 又能拍到森林 还能拍到这个绿色的湖水 挺漂亮吧 特别美 还能把我拍得很帅吗 大海老师 非常的帅 但唯一的遗憾啊 就是今天爬那个锁道的时候 排队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来这个蓝月谷啊 都快天黑了 七点半了 现在 在这里简单拍一下照片 我们就可以返回了 走吧 回去了 哎妈呀 已经晚上的九点钟了 来吃饭了 吃完饭呀 一会儿还有一个演出要看呢 今天就是又玩了整整的一天呢 这时间安排的是 一点都不浪费呀 看看一会儿吃啥呢 中午十一点吃的饭 现在晚上的八点多了 九点了 看看几个菜吧 这个白菜 鱼扣肉 南瓜 丸子 西红柿鸡蛋 这个最好吃的 都吃得最快 还有个辣椒炒肉 还有个这个凉菜 花生米 米饭 小橘子 又加了一个气锅鸡 一个菜花 还有一个这个菜 还有一个热汤 喝点热汤吧 今天在玉冬雪山上挺冷的 现在晚上的九点半了 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演出 沥水金沙 我们的票很多啊 因为团里面有好几个人 他们不来了 所以这个票 挺浪费的 确实是 走吧 这个票还挺挺贵的 两百多块钱呢 是的 有一半的人都没有来了 因为确实是玩了一天 挺累的了 哎呀 看完这个演出 就十点多了 然后要自己打车回去的 走 到了剧场了 还有十分钟 马上开始 我们坐在二楼啊 这个位置还不错呢 是一个小剧场的感觉 哇 我们正好坐在他的对面啊 这一楼也有好多位置 我坐在这里 我们的位置是正好啊 在正中间呢 现在表演开始了 先是跳一段舞蹈 背景呢 就是鱼龙鼠山 现在是歹族跳的舞蹈 一共有十二个民族的 都要出来跳舞啊 又是另一个舞蹈 叫做辣条舞 要一直跳好几个舞蹈嘛 这个舞梅挺漂亮的吧 现在跳的这个叫做 指甲舞 那旁边就写着呢 这个是纳西族的舞蹈 叫做棒棒会 看完演出了 已经是十点多了啊 现在打个车回去吧 我们正好在这个古城附近呢 也不去古城转了 明天去那个立涨古城转嘛 今天实在太累了 现在回去休息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这一条 这个是是纳西族的舞蹈 那个是纳西族的舞蹈 这个是纳西族的舞蹈 还是纳西族的舞蹈 是纳西族的舞蹈 感谢观看